不管是在餐桌 或是各種慶祝場合 一般人都習慣用酒來助興 撇除掉蠔飲酗酒的壞習慣不說 現在有更多人喜歡在空閒時 來上一小杯烈酒 細細品味杯中的杜康 一邊感受釀酒職人的手藝 一邊放慢生活步調 感受生活的美好 台灣一年喝了2400萬瓶 2400萬瓶 對 平均一個人喝了1.8瓶 正常聚會可能就是啤酒 可能正式一點就是葡萄酒 香檳 但其實威士忌也是很多人的選擇之一 近年來因為現在消費者越來越刁鑽 所以威士忌的部分 它會有一些不同的變化 台灣人比較喜歡甜甜的 雪莉桶的風味 就甜甜 算有點留戀 就以前白蘭蒂嘛 對 只是它現在 威士忌多了一個風味 不說您可能不知道 台灣人愛喝威士忌 可是世界知名 光是一年就可以喝掉500多億元 是全球成長最快的市場 這其中又以來自蘇格蘭的威士忌 最受歡迎 不過這種高酒精濃度的烈酒 到底有什麼迷人之處 其實也是一門深奧的學問 我們第一個就是看顏色嘛 你像我們這個是波本筒的 所以顏色比較淡 雪莉桶的話它顏色會比較深 對 然後先看顏色嘛 色澤 然後再來就是聞香 可以先不要吸太大口 輕輕的吸就好 你像它聞了就會有一些 一些特殊的風味 像這可能就是有一些肉桂香啊 肉籽類的一些水果風味的香氣 然後再來就是喝 滿滿的油脂 然後一些肉質 就是肉的味道 火腿 然後木質調 橡木桶的味道 對很多人來說 品酒是一門藝術 也是人生的一大樂事 不過要提醒大家 喝酒過量還是會傷身 而且一定要特別謹記 開車不喝酒 喝酒不開車 喝酒跟我不用再回 nectar 你無ей得多오� çünkü